我們現在開設的項目叫簡單機械 先跟各位介紹什麼叫做簡單機械 我們平常所使用的工具 是有一些東西所基本上是由一些東西所組合而成 包括什麼斜面啊 滑輪啊 槓桿啊 齒輪啊 所組合而成 所以這些東西就稱之為所謂的簡單機械 其他的複雜的機器是由這些小東西組合而成的 我們槓桿其實學過了 我們考試除了槓桿之後 他會喜歡考輪軸 喜歡考滑輪 喜歡考斜面 原則上目前齒輪已經沒有計算題了 只有一些觀念跟想法 這個請你了解 我們要教這些東西叫做簡單機械 所以這個叫做 敲敲板叫做槓桿 這個叫做輪軸 這個叫做鞋面 這個叫做滑輪 滑輪 就是我們要介紹這些東西 考試喜歡考的就這幾項內容 OK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機械 是我們為了要省時 或者是為了要省力 或者是為了要使用方便 國中程度我們會告訴你 省時的就會廢力 省力的就會廢時 這其實是有條件的 就是功率一樣 功率一樣 所以省時的會廢力 省力的會廢時 你在開挖土機的時候 對你而言他既省時又省力嘛 所以沒有說省力的就一定要廢時 那是因為功率不一樣 華主機的功率比你個人功率大很多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管這些啦 我們平常老師也不會教這個 就只要你廢就好了 廢什麼 廢審時的就會廢力 廢審時的就會廢力 省力的就會廢時 你這樣就告訴你這樣 叫做機械 那這個機械呢 其實就是一個傳遞功 或者是傳遞能量的中介 好 就是我們講過做工的結果 就是能量的變化 那麼我去對機械做工 我把能量給了機械 機械有能量之後 就可以去對外面做工 所以我就對它輸入工 然後它就會怎樣 輸出工做一些事情 就做事情了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就直接做就好 還要去透過機械 剛剛講過 我為什麼要透過機械 我為了要省時 我為了要省力 或者是我為了要能夠使用方便 所以我透過一個中介 美好的情況叫做 輸入跟輸出是一樣的 輸入五焦耳輸出就五焦耳 但是世界上沒有這麼美好 通常都會有摩擦 會有損耗 所以呢 這是一個重點 機械呢可以幫我省時 可以幫我省力 但是不會幫我省工 你要讓它得到五焦耳 你只要拿出五焦耳 你不可能拿出三焦耳 它會得到五焦耳 所以機械可以省時 可以省力 但是絕對不會省工 而且通常會怎樣 通常會有摩擦會有損耗 所以拿出十焦耳 人家只得到三焦耳 並被磨掉了 七焦耳 但是這樣太悲慘了 但是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可以省時 可以省力 但是絕對不會省工 而且通常因為有摩擦的關係 能量會被損耗 所以你的輸入會比輸出還要來的多 這是一個重要的 考試的要會考的觀念 機械可以省時 可以省力 但是絕對不會 省工 就是我們所需要了解的事情 OK